《河北角度貸光》 那器皿 我為什麼講是 我一直不能割舌 是因為我很喜歡好的器皿 使用它 欣賞它 那我也同時會同時關注在 現在正在當代發展的一些 很好的器皿的一些藝術家 因為我是老師 所以必須要把這些不斷發生的事情 要不但發生的一些好的狀態介紹給學生 那自己可以透過親身經歷 親身去實踐這方面的製作 對我來說也是我覺得可以找到一些很多樂趣 至於說之前比較粗獷的 走到現在是會比較精緻 或者比較單純的 很白的極簡的這種器皿上 其實對我來說他們沒有差別 我切入去做一個器皿的時候 一開始有感覺都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材料 這個黏土 當然我會有感受的 它有特色的 就是讓它自己本身材料的美 在這個作品裡面是存在的 所以當我接觸到這個陶土 它是極度粗獷的 那我就可以讓這個粗獷 讓它在最終結果顯現的狀態下 讓使用的人可以了解到 原來這個材料是有這種特殊性 跟它的美感在裡面 是真的便宜會 白磁免除不了大家对磁的观感它是细腻的 而且它是非常洁白的 甚至于更好是可以透光的 从材料去切入会对我来说自我 从粗犷的陶土转换到白磁 态度是一样 但是是因为我接触到这个材料 我用新的方式去跟它一起创造出 接下来即将发生的 白磁这个我还会往下去延伸出来 量产可能会采用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量产的结果 可能我会非常刻意地想要去挑战 现在大家对于所谓查到的方式 跟查到的美感 跟查到器具的一种 我是觉得很霸道的一种品味 我觉得跟艺术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很多可能性摆在实用的人面前 让他去建立出他自己的品味 怎么去驾驭这么多不同的茶具 而茶师没有那个权利去跟人家讲这个价值是唯一的 所以我想要去挑战的是这个 所以他讲的越神圣 给我的动力越大 那这一块是我想要去经营的 就是说如果我可以有那个能力 去设计一个很好的使用的茶具 大家都可以使用得起 而且跟我们生活里面 可以相对地显现出来 在21世纪的当下的台湾 我们对美感的品味是什么 如果那个是可以做得出来的话 那大概就是我最想要去达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